今天在染色名上很早就確定了 後來在DNA的研究上面 大家知道有DNA 所以有蛋白質 你知道有蛋白質是蠻早就開始了 知道有蛋白質 而且蛋白質有催化效用的那一個實驗 很早很早就出現了 那個人啊 我忘記他其實他剛剛很奇怪的 不是不是不是 我忘記他 他做了生命紀元的一個學者 然後他做了很噁心的實驗 他只是為了生命酵素蛋白質就有催化功能 他把那種火雞的肉放在四塊裡頭 然後把一些酵素加在裡頭 然後夾在它一下加熱將近一個禮拜 只是為了生死胃裡頭的胃蛋白質 跟減蛋白質 所以那裡比較溫暖 所以那裡比較溫暖 你可以夾放下 然後看就很多 所以很多的學者早期都知道 酵素是要蛋白質這種東西 所以染色體 染色體上面 染色體是DNA加蛋白質 而DNA的發現 DNA早期我們稱它為核素 是一個瑞斯的一個醫生 他從發炎的組織裡頭的農 農是死掉的白血球 從那裡邊分離出來一些酸性的物質 然後他那時候發現它在細胞核內 所以一開始畢竟它叫核素 那後來我們命名它為核酸 核酸就是講DNA跟RNA那種東西 那早期的學者認為 染色體是DNA跟蛋白質 他們認為是DNA DNA是絲狀的構造 是DNA把蛋白質纏繞住 所以DNA只是綁住那些基因的構造 而他們認為基因在蛋白質上 所以後來要從大家認為基因是蛋白質 因為蛋白質種類非常多 變成基因在DNA上面 經過很長很長的一些實驗 跟這些實驗比較重要的兩個實驗 兩個實驗 第一個是格里夫姿的性狀轉變 格里夫姿的性狀轉變 所以這一個在考試的時候 一定要多少 性狀轉變的實驗 想到性狀轉變實驗 就要立刻想到格里夫姿 想到格里夫姿 就要立刻想到性狀轉變的實驗 怎麼了 那個來的 好 那 性狀轉變的時候 格里夫姿所做的性狀轉變 只是確認了 某些物質可以導致性狀轉變 但是確認那個物質是DNA的 是格里夫姿的學生 稱他叫做 還有柏林 他還有柏林 柏林 他證實 他在性狀轉變的實驗裡頭 他證實 是DNA 導致性狀轉變 后来其他的实验 第二个实验已经没那么重要了 艾伯利尔实验管 艾伯利尔实验已经做出来 所有的科学家都疯掉了 因为他们以为应该是蛋白质是基 他们不相信是DNA 因为DNA才由四种核干酸所组成 他不认为那种东西可以记录你的遗传讯息 所以那时候的物理学界认为 如果你可以研究出DNA如何记录你的遗传讯息 你就可以发现整个宇宙里头 没有被人发现过的力量 那可能可以用来统治全宇宙 所以那时候投入DNA立体结构研究的 没有半个是生物学家 全部都是物理学 跟化学 因为分析化学家早期就在研究DNA 他们很早就把所有DNA都分解开来 知道四种核干酸的存在 知道四种含氮碱基的存在 知道磷酸跟乳酸的存在 所以那些所有的东西的存在 他们都已经知道 所以他们才不相信是由四种核干酸 就可以决定你的基因 所以另外一个实验 这个实验做出来的时候 其实DNA立体结构已经被发掉了 赫雪跟蔡司的实验 不然不是这个菜 应该是另外一个菜 特选跟蔡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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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不是这个菜 我们会把人家名字叫最菜 他们的实验 关于氏菌体的实验 氏菌体实验 我们会介绍这两个实验 然后利用这两个实验 去描述 为什么是DNA 或者是蛋白质 氏菌体的实验 有点偷失误 因为氏菌体的实验里头 它主要的氏菌体的材料 就是蛋白质跟DNA 但是这种病毒 它也因为氏菌体的特殊行为 才导致DNA跟蛋白质 只有其中一种东西进去 细菌体内 所以这一个实验 其实重要性就没有 爱佛丽跟葛利夫质的实验的重要了 好 再介绍爱佛丽跟葛利夫质的实验 我们先介绍他们的实验材料 他们的实验材料 小白鼠 小白鼠就是小白鼠 我每个礼拜都会买一只 给蛇丝 自己吃 自己吃诶 干嘛 三角 啊 三角菜 那是鲁水哦 鲁水比较便宜 也一只十块而已 然后我们吃鲁水就好 蛤 死掉的那一只 它后来死掉了 我还没接过它诶 等你们 等你们考栏学册以后再来出 那些鱼啊 那些鱼啊 那些鱼总有一天那么快活下来 他们是很坚强的 那不是会死的吗 好 心脏转变的实验 蛇会吃鱼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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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大鼠会蛇啊 蛇会吃鱼啊 可是不是我讲的那一种蛇会吃鱼啊 细状转变的实验 在实验里头 所谓的细状转变是 讲的是肺炎霜球菌 所谓的细菌有一些共同的特征 细菌有细胞磁细胞膜细胞质 还有里头裸入的DNA 那球菌它的细菌身体就是球形的 细菌的分法分球菌 杆菌螺旋菌螺旋体 对于双球菌是一种球菌的类型 那它除了里头DNA 稍微把它挖了起来 它除了里头DNA 它有细胞膜细胞病 然后它还会有一种特殊的作造 它会有夹膜 夹膜是细菌分泌出来的多糖 分布在细胞外面 这一群多糖 这一层多糖的有无 跟它作病的强弱有关 所以它有DNA 它有细胞膜细胞 它有细胞膜细胞 细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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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细菌细 夾膜是细菌分泌出来的多糖 分泌出来然后会被环境慢慢稀释溶解掉 所以它必须要一直分泌追尘多糖在 那这样子的细菌 这样子有夾膜的肺炎双球菌 它在培养在培养米上的时候 彼此细胞会排开来 会互相推紧开来 所以那个菌落 因为有夾膜在虽然菌落会很薄满 会很光滑 所以它的特色 你不能讲细菌光滑 这一题曾经被考过很烂的很 只有以前的考题 它说这种细菌有夾膜的细菌 它的细菌细胞外形光滑 所以我们称它为光滑型的肺炎双球菌 不是 这种细菌我把它养在培养米上的时候 它的菌落 所谓的菌落 所谓的菌落是今天我们在培养米上 很营养的培养基上 不小心从空气里头掉了一枝细菌 细菌下来 那一枝细菌会利用培养母基的养分 不断的分裂分裂分裂 分裂一天晚上 你大概就可以看到 用肉眼看得到那一团细菌 那一团细菌当初只是一枝 所以由一枝变成了一团细菌 全部都是复制来的 所以每一枝个体的DNA都一模一样 那我们就称它为一个菌落 这一个菌落当初都是一枝细菌来的 那在这样子的细菌身上 它形成了菌落 菌落外形光滑 它的菌落外形光滑 所以我们称它为S型的肺炎双球菌 S代表食物 所以中文上面也有人称它为光滑型的肺炎双球菌 所以我们会称它为S型的 S型的肺炎双球菌 S型的肺炎双球菌 它会有导致肺炎 然后导致老鼠死掉的功能 所以这种肺炎双球菌 它会致死 它会防止老鼠死亡 所以有没有夹膜跟它的致死能力有关 如果是没有夹膜的 没有夹膜的肺炎双球菌 它的DNA 它有细胞膜 它有细胞病 但是它无法自禁 因为在老鼠身上这样子的R型的细菌 因为它的聚落外型粗糙 所以我们称它R型菌 它会被你的抗体抓住 它会被你的吞噬性的肺炎双球 吞掉 所以这种细菌 这种DNA双球菌 它一样是DNA双球菌 它是聚落外型粗糙 它是聚落外型粗糙 所以我们又会称它为粗糙型的肺炎双球菌 粗糙 粗糙我们会用R来秒出它 所以我们称它为R型 被吞双球菌 它没办法自死 它无法自死 所以老鼠会活着 而所谓的性状转变 可以呼之的实验的性状转变 就是原本活着的R型细菌 它突然变成了S型 如何变成S型的 它的处理方式是这样子 它的实验操作是这样子 首先它把老鼠活着的老鼠 更新它的菌地 首先它有老鼠 它准备很多种菌地 一种菌地是活着的S型细菌的菌地 把它用针打到老鼠体内出色 把它注射到老鼠体内 老鼠会怎样? 老鼠只能死掉而已 它没有别人的选择 所以在第一种处理 第一种处理的结果 老鼠死了 而且死掉的老鼠体内 有S型的活菌 另外一种处理方式 它把活着的R型菌 打到老鼠体内 要把它注射进去 注射进去 注射进去 我换死一次 注射进去 注射到老鼠体内 老鼠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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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内不会有菌 因为R型菌 无法治死 所以老鼠的抗体 老鼠的白血球 可以很轻易的清除掉那些细菌 另外一种处理 另外一种处理 它把S型的细菌加热 去把它煮备 煮一段时间以后 所以把这些菌液加热 杀死 然后形成的菌液 S型 死掉S型的菌液 它得到的是 死掉的S型菌液 把这样的东西 打到老鼠体内 结果老鼠怎样 死掉 死菌反而死掉了 所以 老鼠活着 那接下来 比较好玩的就是 这两种 活着的R型菌 老鼠活着 死掉了S型的菌液 老鼠活着 把可以让老鼠活着的东西 加在一起 所以它混合了 死掉的S型菌液 死了S型菌液 这只是一些议题而已 里面没有任何活的细菌 混合了 活的 R型菌液 混合一段时间 然后把它打到老鼠体内 把它注射到老鼠体内 注射到老鼠体内 结果老鼠怎么了 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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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很神奇的 死了 老鼠死了 死了 干嘛 然后 比较特别 比较特别是 在那只死掉的老鼠 老鼠体内 有 有 S型的 细菌 所以 在可以复制的 所谓的 性状转变实验 它所谓的 性状转变 指的是 R型的活菌 可以变成S型的细菌 所以 它原来的事情是 死掉的S型的菌液以后 有东西可以让R型去发生性状转变 可以吗